好,接下来看到大家最关心的109年的综索税申报第一个上班日 北京国税局花联分局依然涌入了报税的人潮 那么除了依照防疫政策人员采分流制之外 国税局的花联分局也有专人现场辅导 使用手机报税以及网络报税的来教学 也鼓励民众来透过网络科技的方式 未来在家就能够自己来完成作业 5月3号是109年综合所得税申报的第一天上班日 国税局花联分局一大早依然涌入报税人潮 为了落实防疫作业 国税局比照去年模式把报税的场所移到一楼 并在户外广场设置了检疫站还有人员管制 依照号码牌来控制人数进入大厅完成报税作业 在户外的进区我们会有防疫的措施 那就是民众进来要量额温 那还有就是要喷酒精 然后进来以后我们会同仁会问他说 你今天因为今天申报的 有来网络申报也有来查调所的 也来做那个税额试算通知书的一个确认 所以我们就会对于民众 这三类会给他进来的同仁 会依照这个民众的不同的需求 会给他不同颜色的贴纸 然后呢我们会就给他发给他这个号码牌 户外除了这个防疫区之外 另外还有户外还有也有设一个简单的一个收件的 民众呢如果说他只是税额试算通知书的确认 不是要缴交附件 那在户外那边有一个收件区 那另外呢在这个户外我们有一个健保卡 因为为了适应一些健保卡没有开卡的民众 我们有健保卡的试算通知书 为了让民众报税更方便 今年首度开放使用手机报税服务 国税局有专人在广场辅导民众来使用 同时在上网报税区 也有专人指导民众如何使用电脑报税 未来民众在家就可以自己完成报税 不需要再跑到国税局来排队 民众等候区的地方 我们有设一个手机报税的服务专区 那就有一些等候的民众如果他有兴趣 而且也觉得如果有兴趣的话 那也符合手机报税的相关规定的话 那也许呢也可以来体验一下 手机报税的一个方便性 民众呢他如果说要体验一下 自己自行申报的这个 那我们呢也有一个设置 一个DIY的一个专区 那我们有四个柜台 那也可以民众来让他享受 DIY的一个申报的一个体验 那我们在我们这个地方 也有一个DIY的这个上网区 当然这边我们也会有 有一些志工来这边做服务 如果不懂的话 我们还是有志工来知道 国税局提醒民众有任何税务 或者是系统操作问题 可以拨打免付费电话 0800-000321来询问 另外也有教学影片放置在 YouTube等社群网站 民众只要输入关键字 北区国税局来查询 就可以随时观看 请民众多加利用 介络会欢迎市报导 公司机枎所在这里 其实本身就是打赏会